字幕視頻 字幕 李宗盛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2020年後 很多香港人移民 尤其是英國 加拿大 有十幾萬人走了 甚至有些統計更多 大家的政府當然不怕 有很多祖國人出來 於是有些高財通的計劃 十幾萬來香港 大哥 填補你的空缺 又說他們是香港的經濟命脈 為香港的經濟可以直接貢獻三百多億 所以現在所有人 特區政府 建制都要為高財通 挖盡心思 留下人才要幫他 幫他什麼呢 幫他買樓 幫他找學校 幫他找工作 幫他找老婆和老公 究竟是怎樣呢 我覺得這個挺好笑 回來再說 各位 今時今日 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 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 VPN 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 Not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 Not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 Service 自伏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裏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 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 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子 關鍵詞是 SAMNGX 你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和你推薦 挺好用的 立法會就有一些叫做 武約束力的一些動議辯論 就由一個港漂 這個港漂來的 上海龍 他不是在上海的 姓上 提出對新香港人才求職教育 等等中國資金流入 提出建議 那些議員很厲害 三十個議員發言 一面倒支持 特區政府應該支援流注人才 其中一個議員 覺得痛心疾首 十六萬人已經來到香港 有22%的人找不到工作 形容是高材低用 對 特區政府說不要這樣看那個問題 叫你 不是22%找不到工作 是將近80%的人找到工作 他說如果有十萬人高材 找不到工作 願意入職一些月薪 得兩至三萬元的普通工作 我們是不是又要找十幾萬個普通工作 設備給他們呢 是否影響一般僱員的就業機會呢 對 他說明高材 為何來到香港 那麼多人找不到工作呢 還要做一些低薪的工作呢 這個很有趣 很奇怪 我又想問一個問題 全世界接受移民 這個高材通都是移民 就是叫做專業移民 人才移民 有沒有那個政府 是會為他找工作呢 來到英國 有沒有 加拿大 什麼Stream A Stream B 是不是為你找工作 找不到工作 就留不住人才 痛心疾首 扔心扔肺 會不會這樣的呢 喂 自由市場當然要自己找工作 你找不到工作 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 你不行 好不行 第二個原因 就是就業市場 不適合你 高材 高材不能低就 你說我要求月薪十萬 人家說只有兩萬 這樣 不適合你 要不你 要不你太行 是這樣的原因 要不需要特工政府 開一些位置給你呢 好了 那麼其中一個 這個水平很高 就是和小弟 在這個風險節目 都合作過 吐了很多桶血 個個和我拍檔都吐血 另外 梁美芬 梁美芬議員 因為他先生 就是內地人 大讚他自己的老公 我第一次 在立法會的動議辯論 這麼大兒子 聽過第一次 就是這一次 原來就是 可以拿自己的老公出來說的 作為一個政策的 一個宣示 或者是一個政策的一個 辯論的 他是這麼說的 他大讚自己的丈夫 他說 也批評 特工政府沒有留住高端人才的心 他是這麼說 他說 我先生 是千人計劃 千人計劃 即是被美國政府 看得很緊的那個 即是那些高科技 那些人才 有不少被檢控 都是千人計劃的 因為 他是偷了別人的科技 他回去自己中國大陸那裏 搞個實驗室 那他先生 林美昇他先生 據我了解 都是法律界的 都是法律人 就是這個學者 來的 他說在國際領域 是領軍人物 我是親眼陪他去很多外國國家 包括海牙 國際法庭那裏 那裏 那裏有法官對他很尊重 去到內地又不用說了 更加是蜂擁而上 每個人都爭著認識這個國際級的泰斗 但是香港怎樣 香港這麼珍惜嗎 我們只能夠用八個字說 慈如飲水 冷暖自知 我聽完之後 我都替他淒涼 即是他大陸下來香港 跟梁美芬結了分 去到國際知名到不得了 是吧 爭著認識他 很尊重他 他回到大陸蜂擁而上 哇 即是很多人蓄勇著 你們都在香港 是吧 根本不珍惜 人家就當他如珠如寶 你就當他地底來 回到大陸 梁美芬 為什麼要留在香港呢 人家在大陸對你這麼好 剛剛先 好了 大家早前 大家記得 有一些議員也提出 那些高才通的家長也說過 爸爸媽媽說 他的兒子 來到香港 當然要讀書 是吧 想找些名校 政府資助的名校 不是私校 不用付錢 免費的那些 沒有啊 可不可以特別安排 一些位置給高才通 插班 好嗎 好嗎 這個讀書又要就你高才通 就業又就你高才通 做什麼要就你高才通 智業又說要就你高才通 是吧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安排給你買樓 不是便宜一些的 可不可以 那些 按揭等等 放寬一些 然後 結婚都要幫你高才通 有調查說 認識不到男朋友 女朋友 拍不到拖 是其中一個削弱 他們留港工作的 意願的原因 所以我建議 NGO的團體 同鄉社團 關愛隊 區議員 可以構建全方位服務網絡 舉辦 時必低庭 快速約會 跟他們 真是無微不至 你想想 讀書 小朋友讀書 又說要給他特別的 這個位置給學位去插班 又要特別安排他們找工作 找不到工作做不行 高才低用不行 對不對 又有個置業的優惠給他們 他們生活成本太高 又要補貼 為什麼要補貼呢 他們來到年薪250萬 然後才找他 為什麼現在來到 兩萬元的工都找不到 那250萬年薪 堅定留的 是不是做的 現在就說 喂 在香港認識不到男朋友 女朋友 是不是跟他做時必 Dating 就是說高才通 在香港呢 讀書 給子女讀書又不行 找工作做又不行 是不是 錢又不好 身家又不夠 連吃飯也有問題 於是要給生活補貼 拍拖都拍不到 要提供男女朋友 哇 這些什麼高才通 啊 低能通 啊 啊 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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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都像 說人話 對 人話 他 因為高才通 他負責的 孫玉行 他就這樣說的 紐約倫敦 從來都不會給任何福利任何優惠 因為紐約倫敦給的是機會和機遇 香港都是一樣 我們的定位應該是看著紐約倫敦 我們通過人才來香港證明香港的重要性 是呀 不單止是不會給福利 即是移民過來的人呢 那個Visa呢 寫得很清楚的 如果你自己找回來 即是來到英國的朋友 你有一張叫做 Biometric 即是 Biometric Biometric Resident Permit 寫著的 No Public Fund 你的Visa 你的簽證 的條件就是 No Public Fund No Public Fund 即是不可以用公帑 當然呢 有些事情你不能做的 是吧 不過其他全部都可以做的 你自己找東西做 你自己租屋或者買樓 你有right to rent OK right to work 說了 你自己找東西做 沒有人會補貼給你說明 是不可以用政府的公帑 除非 很有除非的 有些個案 即是說 真的 洗完了 沒有了錢 要睡街了 要緊急援助可以的 不過 除此之外 絕對不可以用任何政府的公帑 美國我想都是這樣 英國現在就很清楚 那些議員說什麼 在倫敦沒有人跟你做CB Dating 你要拍拖 你要自己找 小朋友讀書 這裡有免費的 中小學 沒有問題的 但是不會特別為你的移民 搞插班 你搬去那些所謂名校的地方 搞到人家 香港人進去之後 本地人都進不了 現在是有些怨言的 沒有特別為這些要吸引人台 要優惠 很簡單 因為這些人去 好像孫玉涵華齋 但是他這次真的 我就贊成他 因為 那個地方 因為紐約倫敦是給機會和機遇 香港都是一樣 是不是一樣 我真的不知道 香港是不是可以給到機會和機遇 如果真的給到機會和機遇 為什麼這班議員 為這個高財通 出聲 這班議員 都說 又找不到工作 又娶不到老婆 又不能學 又生活不能 又買不到房子 那是否機會和機遇 現在反過來 就好像你求他留下 你為什麼要求他留下 就是 以上的事情 所有都做不到 證明他就是 不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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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行 你不得 你無能 你留下 你又怕他走 你給高財通的目的是什麼呢 要填補 移左民的香港人才的空缺 是不是 十幾萬人去了英國 還有其他人去了 加拿大 澳洲 那些地方 你填補他們空缺 吸引他們 填補空缺 吸引有能力的人 因為這班人走 全部有能力 吸引那些又找不到工作 又生活成問題 又娶不到老婆 那些又買不到樓 那些吸引他們做什麼 我想知道 我想都想不到 不明白 完全不明白 如果你在這裡 找到兩三萬的人工 你覺得 那些高財低用 就回鄉下 為什麼要留下 勉強沒有幸福 是不是 你找到工作 那些就留下 我沒有說一定抗拒 你能夠填補空缺 我覺得 樂觀其成 不過是不是可以 這樣 現在說 連那些能力都沒有 那些想辦法 要他們留下 哪個世界有這樣的移民政策 是嗎 局長 今次撐你 那些議員 唉 民政水平 真是低 唉 哪個個個個 好像 是不是這樣 好了 那這節講到這裡了 繼續支持我PATCHO和 深色有牌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請多謝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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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